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指头就是指头嘛 指头怎么是佛呢 我的毛孔之间并没有这么一个佛啊 就整天这样去找 也找不着 找不着他想算了 他看到他的师父每一次别人来打残机的时候 他就开示了 只要有人求他 师父啊 大和尚啊 请求你老人家开示 我们怎样才能挣到不生不灭 他就说 你找到你的佛身 找到如来之体跟你一样的 你的体就是如来 找到以后就能了生托死 有的居士就问 这个体是有形之物 怎么能了生托死呢 师父说算了 我给你讲你不懂 你明天来我告诉你 往往往第二天才去找这个大师印证 所以他叫做二日开示法师 然后他第二天就来开示这些人 一坐上来 一句话都不说 当居士走进他的前面一问他的时候 他马上就笑嘻嘻地把居士盯住 盯半天 居士说 师父 我就求问你 这个佛在哪里这个问题啊 他说 这就是佛嘛 他就把大拇指伸出来 人家就看了 看了半天 不明白这是个什么意思 因此回去以后 也把这个大拇指这么盯住 老是想的嘛 有的就悟到了 有的自然本性就献钱 就是说久而久之 意念集中不散乱 这么样一观啊 意念不成分别 外念集灭 自信就容易献钱 那么为什么不给人家说明 你观这个是为了断妄念呢 说明就不行了 说明了 那个阴地的心啊 就变成幻化型的了 妄念如野马 不会停了 因为他就晓得这个是锁他的思想的 他就会这样想的 呵 不要动妄念 不要动妄念 要灭掉我的妄念 越灭越动念 此念灭 比念生 已念灭念 本身就是念 哦吼 结果妄念整天动 昼夜六时从来不间断的动 一辈子都悟不了道 一辈子都空不下来 所以不给他说 他就认为很神秘的东西就在那上面 专一的很 他看看看的 哦吼 妄念自然就断了 所以禅宗的道理 微妙深沉得很 我今天如果讲穿了 参禅的作用就不好使了 没有什么用了 但是我是为说真如 是以另外更高 更好 更大的佛法 来教化开悟大家 不是以参禅画头之类来教你们 因此从理体上 我选择了讲穿更好 成就更快的说法 因此 参庭前摆树子 参谷锥 参木鱼 参念佛是谁 参话头的道理都是由此而来 捡一个庭前的摆树子 就告诉你 佛性就在这儿里边 你好好去看啊 你要听师父的话啊 你要相信师父啊 这里头有特殊的奥妙的 是言语道断 心性极灭的奥妙 再说这个大拇指比划起就是佛 结果这个小沙弥随便怎么都悟不到 硬是没有办法 悟不到了以后 在这种前提下 他无法开悟 不能悟就算了 有一天有个居士又来了 来找方丈 来求佛法的 他们师父就不在 就小沙弥在 那么他们师父呢 就躲在后面的障眼后边 因为他很有神通的 藏起来的 我讲这个故事给你们听 我是不想给你们说真实的这是一个谁 我只是告诉你们就是了 那么他就藏在那儿 结果居士就走进来了 就来问 就说请找你们方丈 小沙弥说 你找他啥事呢 居士说 我主要想问他佛的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啊 什么叫做佛 小沙弥说 这个问题嘛 我知道嘛 他说的 你问我就晓得了嘛 这下他师父呢 就藏在那个杖后边 就拿了一把尖刀 非常利的 以神通观照道 就晓得小沙弥要搞这个动作 然后小沙弥说 你好好听 我给你传法 你赶快给我顶礼 这下居士就给他顶了礼 就说 小师父啊 你一定赶快告诉我 到底什么是佛 他说 你连佛都不晓得 这个嘛 就是佛嘛 哎呀 他把他的大侄母比上 刚刚这样一伸出来的时间 他师父啊 那是正道的圣人 哗把刀一下甩过去 一刀就把他侄母砍成两截 轰一刀就刚刚其字而砍断 一砍断以后 他就呼 痛疼了 看到是他师父 吓慌了 他师父说 你快说 什么是佛 马上说 马上说 哎呀 一正 他又说 这就是佛 他又拿大拇指出来 呵 拿出来没有指头了 哎呀 一下子就回光返照 当时就明白了的嘛 因为他师父每次用弓的时候 是用左手再比 所以他也用左手再比 一拿出来 指头已切掉就没有了 回光返照一下就明白了佛性 对师父跪地谢恩 师父说 回答我 小沙弥说 指头本是佛 佛陀亦是指 待到五指时 当下见佛子 所以说啊 佛法的道理 奥妙无穷 尤其是在 明心见性这个问题上 当然 我们讲了这么几天 好像都没有说到明心见性 佛法里边见性是很深沉的一个问题 哪里是随便就能撤印得了本性啊 如果有人说当下加持你 给你撤印本性 那无非是骗子 妖人之说 佛陀为了让众生见性成佛 都说了二十二年的般若 当然解脱大手印的法是令当无上顶级的 还是转入正题吧 一般在禅宗里面先要求悟 也就是先要求你悟到这个道理 悟到道理以后 你才谈得上争取去见 见到道理 由如如不动的真空佛性里头注下来 才能称为定 定下来自身产生观照般若的作用 然后查尽定力 欲增欲涨 通过意识的沉静 就是把意识空没完 莫纳意和阿赖耶都被空没完了以后 才进入正治般若 就是无上般若的境界 在禅宗里面是这样要求的 但禅宗也讲究悟 特别是见悟门 先从礼上入手 见息 见见而明理 以礼而达悟 大家小心 有些祖师把八十新王阿赖耶 作为佛性 这是有问题的 那么在法相宗里面又不同了 为时宗法相 是先从理论上告诉你是 怎么样一回事 怎么样一回事 人的意识有若干种 每种意识是怎么变的 你们的身体又是从何而来 那么意识与外戚世界 是什么一个关系 因明限量的实质存在是什么 真空佛性到底什么样子 是从文字里中告诉你了道理以后 然后使你从理中去明白 然后再去修行查照自己的境界 净土宗呢 就干脆不给你说什么 明不明心 见不见性 就是好好念个阿弥陀佛 把戒律给我守好就行了 要知 默念弥陀是收心 把阿弥陀佛念好 一心不乱地念 阿弥陀佛就来迎接你 只有一个沉静的希望 就是说静下来 只有好好念阿弥陀佛 但他又有他的弊病 他的弊病是什么呢 就是有个贪着 贪着阿弥陀佛来接他 如果说念到一定的程度 确实阿弥陀佛要来接的 这倒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但尽管是如此 毕竟是深入化成之境界 并不高 除非得到上品上升 我前几天讲过三种等级 其中极乐世界 只能算中等等级 是十万亿严静佛土之一佛土 还有报身佛土 那就是更高的等级了